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 就昨天一邊出席立法會視像會議 一邊開車自協 我在這裡鄭重 誠懇向各位公眾自協 我會深刻反省我的駕駛態度 同時也承諾大家 在日後我會嚴格遵守道路交通使用者的規例 同時也感謝大家對事件的關注 如果有任何對於我的調查行動 我都會全力配合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昨天舉行視像會議 郭偉強將立法會設定為虛擬背景 期間見到他背戴安全帶 又不時向後望 他其後在社交平台承認 當時在駕駛車 說已經盡快停車繼續會議 警方回覆查詢 說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駕駛者必須時刻留意路面情況 市民如果發現有任何違法行為 應該記下時間、地點、車牌等資料 向警方舉報